旧相片 旧相片从大的来说 它反映了一个社会 历史 从小的来说 它是个人的一些真实的写照 那我修复旧相片呢 就是想让历史呈现 那我是学的是美术专业 因为我画完了 经常会发到这个博客里头 那么一个安徽的一个网友就看到了 因为他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妈妈就过世 只留下唯一的一张相片 但是这张相片也已经很损坏很严重了 希望我能够让我帮他修 这件事情对我有触动 所以我就开始真正的接触旧相片的幸福 相片修复的最开始 比如说褪色了 那我们会经过多层次的这个 寻找它的微妙的色调 接下来就是一些修修补补补 我一般是选择 从损坏很明显的地方开始 那我们可能先从背景的一些损坏的先入手 那如果说一些脸上损坏特别严重的 要很小心很小心放很大 不能去破坏到很重要的信息 我接过了一张就是人民大会堂千人合影 这是1967年的一张相片 那这张相片在北京因为北京很干燥 我过了几十年之后 打开的时候都能听到撕裂的声音 一米多的这个照片一打开 都是裂痕的 我就前后修了三个月 有些相片呢 他们希望说做成彩色的 这种颜色呢 我没办法去决定它 我凭我自己的这种色彩的感觉 根据照片提供给我的这个明度 来判断 有的客户我会建议他们回忆一下 哪怕是地板的颜色 背景的等等的各种颜色 像这样子的修复工程就会比较大了 有些客户呢 要把它做漂亮 要加这个加那个 这种工作做起来 其实就没有多大的趣味性了 因为一张相片修完之后不真实 那你没必要去修它 我妈呢 今年就已经94 95 那些位 突然之间 不知道在哪里拿到 刚刚那张照片出来 张照片就是我爷爷来的 我爷爷都已经死了很多年 就问我孙子 可不可以有些不知道在哪里 可以做得清楚一点 大张一点 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 其实拍张照片很难 所以他可能真的 成世人可以 还能拍到爷爷爷的样子 就只剩下那张 好 这个 这怎么样 这个要做呢 这个怎么样 似不似 似 这个很漂亮 好漂亮 好漂亮 曾经就接到一个年轻女生的 修相片的一个业务 她是想在她外婆80岁生日的时候 送给她一张她外婆当时的结婚相 最终看到相片的时候 这个女生当时就掉下眼泪 就在我面前 这个女生当时就掉下眼泪 就掉下眼泪 这个女生当时就掉下眼泪